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谭尚角又有好介绍 大家都希望身体健康长命点 提醒大家去跑步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生命在于运动 你一天工作或者学习 你要连续坐八九个小时 你不动 那你的心血管死亡的风险 就是会加倍上升 当然如果你在这八九个小时之中 时时都站起身 动手动脚 在一定程度上 是可以抵消了你坐这么久的 不好的影响 是可以降低这些经常坐的人 14%的全因死亡风险 不过如果你想再降低这些死亡风险 就需要比较剧烈的运动 研究显示 你如果将每天坐这么久的时间 拿一个小时出来 将它变成一个小时的剧烈运动 而不是继续坐多一个小时的话 是能降低这些经常坐的人 31%的全因死亡风险 和64%的心血管死亡风险 而世卫WHO也建议人 每一个星期最少有150分钟的中强度体育运动 得不到这个标准的人 死亡风险是提高28%的 既然要运动 哪一种最好呢? 最常见的就是跑步 你有时间就跑 没有时间就不跑 身体好的可以多跑 身体不好的就跑少些 或者跑得慢些 是很随意的 大家其实都知道跑步真的有很多好处 可以帮你强身健体 也可以减肥 同时可以改善你的学习记忆 还有你越跑你会越开心 因为你越跑得久的时候 你身体的那些好的荷尔蒙 开心荷尔蒙就会分泌出来 你这个人就觉得越跑越轻松越开心 跑步是其实所有运动之中是最廉价的 因为你不需要特别什么装备 什么场地 只要一箱适合的鞋 一条适合的路线 不要那么多车 你就可以开始跑步练习 所以跑步是很多人运动的首选 而一项由墨尔本维多利亚大学发表 在英国运动医学期刊 BJSM里面 他发现了跑步是能降低死亡风险 研究的团队分析了14项 关于跑步和死亡风险的研究 结果发现跑步可以降低 因各种原因死亡的风险 27% 由心血管疾病引起的死亡风险 30% 与那些没有跑步的人相比 而死在癌症的风险也降低了23% 研究人员表示 就算你跑得很少 跑得很慢 也可以降低死亡风险 就算你一个星期跑一次 也比你不跑 所以希望鼓励大家跑多些 至少一个星期一次 每次跑50分钟 就足以降低死亡风险 所以结论就是 只要你去跑 就比不跑好 这项研究是发表在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那里 鼓励大家一起起床去跑 但是研究人员也强调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跑步的 首先你去问一下专业人士 看看你的身体 适不适合跑步 同时要有什么的准备 才可以避免这个运动跑步 带来给你的伤害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本钱适合跑步的 这个这么好的长寿运动 真是别放过了 多谢你的收听